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 Bloodstrap5的课程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 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MediaQuest 必须了解的媒体查询 咱们在开发一个网站的时候 咱们一定会用到样式单 对不对 咱们会让网站变得非常的漂亮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使用您网站 或者说访问您网站的客户 他所使用的终端是千差万别 有小手机 有大屏幕 还有iMac那种超大屏幕 这个时候 咱们想用一套样式单 来完成所有客户终端的需求 是不可能的 那么咱们该怎么做呢 咱们应该根据客户不同的终端 给客户提供最佳的显示效果 这个时候就会用到媒体查询的功能 今天咱们就来简单的学习一下 今天我给您介绍的知识点 是Budelstrap 5的基础 今天我给您介绍的内容 并不包括在Budelstrap 5之中 它是Budelstrap 5概念的基础 您一定要掌握 好 咱们马上开始吧 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刚才有点像灌口 要看一下能见质量 使用CSS的媒体查询功能 定制咱们的浏览器 首先我给您看一下它的官网 它这个是Mozilla的官网 咱们仿论一下 Go 大家请看 这个是Mozilla的官网 它定义了CSS的标准的内容 对不对 OK 有兴趣朋友可以看一下它官网的试样 今天我就不给您做更多的官网的讲解了 好 咱们开始 是这样 我给您先简单的看一下 这Mate查询它都能干什么 比如说 我这定义了三个样式单 这个样式单 比如说 大家请看 这个样式单 我从这个外围把它引用进来之后 它的样式单 我认为让它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媒体 对吧 包括这个大小手机 大小屏幕 打印机等等 都适用 甚至Kindle这种阅读器 都能适应 但是这种样式单 大家请看 我只能适用于屏幕 对吧 这个样式单 只能适用于屏幕 对吧 这个样式单 咱们只能适用于打印机 这样的话 根据访问您的媒体不同 您给它可以展现出不同的显示效果 对吧 其实这地方我写的都是一个文件 这个地方为了让您好理解 咱改个文件吧 咱叫123 对吧 1 这个样式单 适用于所有的媒体 没问题 2 这个样式单 适用于所有的屏幕 3 这个写错了 怎么还是 3 这个样式单 适用于所有的打印设备 对吧 这个呢 是最简单的媒体查询 然后呢 我还可以再给您说一个概念啊 咱们在这波多刷5当中 4以前也是都是一样 会有一个响应式的显示 那个响应式的显示的原理呢 用的就是媒体查询 接下来我能用一个代码呢 给您简单的举上这个例子 让您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啊 咱们马上开始 咱们看一下我这个index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标准rtml5的文件 我给您定义了各种各样的屏幕显示效果 但是咱们都不要看 咱们往下走 咱们先看我的画面主体部分 这个地方我打印出来了一行文字 我爱不得抓5 对吧 这个地方呢 我给您使用了一个mycss的样式单 这个样式单呢 是我自己定义的 好不好 OK 这个样式单我是怎么定义的呢 咱们往上看 好 咱们大家看一下 我是如何定义mycss这个样式单的啊 它根据不同的屏幕大小 显示出来的内容呢 是不一样的 咱们看啊 首先超小屏幕 我是怎么定义的 我用到了一个css的指令 我呢 这个地方呢 给它指定一个参数 最大宽度max west 指定多少 576 它最大宽度是576 也就是说 用户这个屏幕的最大宽度 或者说宽度小于等于576的时候呢 我会执行这段css代码 这个字号是16 然后呢 颜色是橘黄色 那么这个代码 您明白之后 下面就简单了 大家请看 智能手机 我这指定一个最小宽度 也就是说 当用户过来的手机的宽度 大于等于576的时候 刚才呢 是小于等于576 走这段代码 那么 如果用户大于等于576的时候呢 是走这段代码的 对吧 这个我认为它是智能手机 但是大于576 有好多种设备都大于576呢 那么咱们继续判断 比如说大家请看这 中平平板 那么我会判断 如果咱这个屏幕啊 大于等于768 大家注意 这地方要给您说一下 我让大于等于768 这地方我用的是最小宽度 最小宽度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只有大于你 才叫最小宽度 对不对 OK 最小宽度 如果大于等于768的时候 我认为你是中平平板 对吧 那么我应该给用户 显示这个样式单 好吧 那么如果是小型显示器的话 我认为您的显示器的宽度 要大于等于992 这个时候呢 我会给用户显示这个样式单 那么如果用户的宽度 是超大型显示器 那么我认为您的宽度 如果大于1600个像素的话 这地方最好减个2啊 比如说我这不叫1600 叫598 好吧 198 如果您的屏幕宽度 大于1598的时候 我会给您显示这个样式单 这个就叫做媒体查询 我要根据您媒体的 不同的类型 不同的宽度 我给您调用不同的样式单 显示不同的结果 好不好 一句话给您讲明白了 然后呢 为了辨论您的理解呢 大家请看 下面呢 我又加了一段GS的代码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把您当前窗体的宽度呢 在画面中做一个显示 让您好理解 对不对 好 那咱们明白这个代码 马上运行 我这开一个 index 然后考上今天的代码 然后我本地开浏览器 把它运行起来 大家请稍等 好 大家请看 今天呢 是第五课 我再访问一下第五课 然后呢 这是咱们刚刚建好的index 咱们试一下 够 大家请看 现在我窗口的宽度是1478 对吧 1478应该是哪个屏幕 看啊 大于等于 应该是这个 叫做小型屏幕 对吧 它并没有超过1598 那么应该显示出来是什么 红色以及48号字体 大家请看 是不是红色 48号字体 OK 那么我如果变动一下屏幕的宽度呢 比如说 咱们看啊 我现在变动这屏幕的宽度 大家请看 我在变的时候 这个屏幕宽度是随着我变化的 那么当我 大家注意看 当我小于这个992 但是呢 大于768的时候 他认为我是中平平板 他应该给我显示32号字 绿色字体 对吧 咱们试试啊 当小于992时候 您就会看到效果 注意看 Go 再逼近啊 大家请看 当小于992时候 整个样式单 发生了变化 对吧 他不再使用这个红色样式单了 他使用这个绿色样式单 同时呢 字号采用是32号字 这样就是说 根据用户的屏幕的大小 咱们动态的调整页面的显示效果 今天我给您举的例子 今天是一个样式单 咱们还挑上这个屏幕的这个横向变纵向 然后呢 比如说横向显示的两个块变成纵向显示等等 都可以调 非常非常的强大的功能 咱们再看 当小于576的时候 现在当小于768的时候 进入576时候会显示蓝色 对吧 看一下 够 没有问题吧 最后再小再小再小 橘黄色 对吧 再小再小 就不能再小了 为什么 因为咱们最小接触的屏幕 就是这个橘黄色 对吧 OK 这就是大概的这个屏幕查询 或者是说叫做这个媒体查询的原理 其实很多这个响应式的CSI的框架 都是采用这个方式来动态的给您 变换您的这个页面的布局 达到用户看起来最美观的效果 原理就是这个页面查询 或者叫做媒体查询MediaQuest 好吧 这个是一个基础支持 您一定要掌握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跟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今天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呢 下载呢 咱们本地运行一下 看看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这么多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呢 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